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背景 从今天开始我们切入正题 开始讲美洲的故事 公安部的船队 从西班牙的母岗出发以后 先到加拿卫群岛 28.5度 北纬28.5度线 以北的岛屿上进行休整 9月初他们继续启航 向正西方向 对着茫茫的大海 开始航行 一直走到10月10日 依然没有看到陆地的踪影 船员们估计 这时已经 行程已经超过3000英里 因此人心开始浮动 船员们要求返航 此时 风正向西吹 船上的淡水也已经发臭 而且所剩不多 哥们部拿出航海日志 说 目的近在咫尺 按照计算 计算总会有误差嘛 所以应该 咱们再往西走三天 如果还看不见目的 就返航 结果第二天 11日 在海面上就出现 一片一片的大片的海藻 天空中 也有一群一群的飞鸟 这个 他们 有航海经验的人 都知道 这个是有 陆地近在支持的 这个 提示 十二日凌晨 天刚刚亮 平塔号上的 来往哨 就看见了 陆地 因为这个 北纬28.5度线 这个 对着的 向西对着的方向 正好是印度 印度 它的 定位位置 横跨北纬的 六度和三十五度之间 所以 这个 高文部在做计划的时候 他就认为 他们过去 就横渡大洋之后 过去看见了 首先就应该是印度 这时候他们就看见一些岛屿 这些岛屿 他就给命名成 西印度群岛 今天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叫 巴哈马群岛 这个 就为了感谢上帝 因为 船员没有返航嘛 跟我们坚持没有返航 这样子 实际上 他们发现这个 新的大洋 是一个 是很侥幸的 就像是盲人骑虾马 他们拿着一个 一个错误的地图 按照一个 这个错误的这个计算 结果 如果 如果这个中间没有美洲大洋的话 那么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到印度的 因为还有一万五千公里之远 他们船上 他们带的机养是完全不错的 因为为了感谢上帝的恩典 这个 刚文部 就把他们 发现的第一座岛屿 命名为 圣萨尔瓦多岛 他中文的意思就是 神圣救主的意思 谢谢观看 今天暂时就讲到这儿了 beh 关心 是 看我 也是 有 ↓ 你说